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叔叔在醉酒开车后被捕 他声称要给白宫打电话 之后又被发现是非法移民 而被美方警方拘捕 对此白宫的态度是 黄金国弃犯法与庶民同罪 大陆网友感叹 黄书亮出了总统的招牌也被抓 我们真得要好好向美国学习 奥巴马的叔叔奥尼扬哥奥巴马上周 因醉酒驾车被警方逮捕 之后又意外地爆出他的非法移民身份而被拘留 美联社得到的警察报告显示 奥尼扬哥被捕后 警察问他是否需要给人打电话 为他交保释金 他说我想我要给白宫打个电话 据报道奥尼扬哥是一家卖酒的店铺店员 住在为低收入居民设立的公共福利房 领取餐级补贴 奥巴马总统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他的叔叔 不过据报道奥巴马和他的叔叔没有联系过 对此美国新闻秘书杰伊·坎尼9月1号表示 白宫预计对奥巴马总统的非法移民叔叔被捕一案的处理方式 将和任何移民案件的处理方式一样 坎尼还表示 总统在手下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关情况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案子 奥巴马叔叔被拘 而白宫宣称与庶民同罪 让大陆网友感叹 对美国的做法表示向往 希望中共官员好好学学 有网友说 小警察你不想活了吗 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动皇叔 还有人说 奥巴马这个总统当的 连我们的村官都不如 奥巴马的亲戚 你要是在中国该有多幸运啊 只要亮出奥巴马叔叔这张牌 应该吃遍天下呀 网友还指点奥巴马的叔叔 应该学学中国的某些人 大喊一声 我的侄子是奥巴马 去年10月发生的 李启明罪嫁 撞死河北女大学生案件 引发全中国围观 李启明在案发现场 叫嚣的一句 我爸是李刚 一直流传至今 成为中国官二代 骄横的代表 而继李启明撞人亮跌之后 亮亲戚事件 在大陆轮番登场 长春是一名男青年 殴打一位女大学生后 高呼 我认识记书 谁也动不了我 另一个自称是 女子网球 亚运会冠军彭帅的妈妈 在过安检时 扇了亚运志愿者两耳光 并说 我女儿是彭帅 而今年6月 发生在山西 永和县的官二代 喊出 我爸是国法 恐怕 连李启明 也甘拜下风 而亲戚 给自己惹来麻烦的总统 不仅仅是奥巴马 克林顿总统的 同父一母弟弟 罗杰·克林顿 有酗酒问题 并因为拥有可卡因 而在联邦监狱 被关了一年 小布希总统的孪生女儿 在2001年 因为喝酒而获醉 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一方面 美国的皇亲国戚 享受不到法外特权 亲戚触犯了法律 总统爱莫能助 另一方面 亲戚出了麻烦 总统也许会感到难堪 不过 总统是总统 亲戚是亲戚 这点美国人是分得清的 新唐人记者李静 李若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